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以看到就是阿伯最近发的那一个影片 其实就会讲到 其实问题应该每天早上应该也是满多的问题的憧憬 阿伯应该会反不为你们很多的建议或者是提议 这一块 还是 然后再分享一小块 就是每天跟阿伯 就是每天在跟他成会的时候 你们是怎么样的沟通跟对谈 因为其实在影片里面 只好一轻轎半斜 就是把最痛苦的那一块 好像就没有特别显现出来 今天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各阿伯工作 减算了两三句话来呈现一下 各阿伯工作的感觉是什么 因为这些东西很难两三句话讲完 因为每一个讨论都是要两三千句话 才能够把事情作为有一个开始 还不算是结尾 因为每一个公共认证的利益相关太多了 比较比较的意见 杜巴球、杜巴球意见 杜巴球跟文化球的意见都不一样 采发球跟文化球跟杜巴球的意见都不一样 那如果有人他可以用简单的形容词 就是说我如果是怎样我就能怎样 那他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把我们能够做的事情 花时间耐心的把事情解决完成 耐心把小事情完成是我们这个世代最需要做的 把小事情完成 你说这个中北纳也好或者是东西的文部计划 或者是西区的文部计划 就像拼拼图一样 你有一万多个拼图 你不可以说我一次就要把它拼完 你一次拼一万个拼图吗 你要从第一个拼图开始拼 或许我们 但是市长的好处就是说 他不会自己拼 每一个人负责一小孩 让我们一起有一个共同的愿景的话 那最后这个拼图就会拼完了 所以有些人的拼图就是那种 0到4岁的人就市长 你就可以拼一个小孩的歌 可是我们要拼人家的愿景 它是一万多的片 那就是需要跟大家 各位同事 各位朋友 各位朋友一起协助 才会把这个拼图拼完 这样也有很多喜欢词 我觉得你这样子真的有体现 你有Cue到我想要Gash 要给大家的弟弟 好 然后那我想再问最后一个 因为我并定是市图的人 其实我真的很好奇 阿贝是不是真的很相信转业 或者是说他真的会邀请 比如说各个不同的政策面 或政策导向 是不是都会邀请一些 比如说相关的人士啊 专业人士 然后来分享 这个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因为我们一直听到阿贝说 相信转业相信专业 那你们是对直接第一线 去面对这样子的讨论的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块 我想思想他 或者是世子同学 都非常尊重专业 然后相信创意 因为除了尊重专业以外 因为市场本身就是专业人士 他也相信有一些专业人士 还是有局限的在 所以他鼓励专业人士去做创意 所以不见得就是一层普遍的让我们说 A的做法只有A 他也会让我们去尝试新的做法 新的尝试 所以他其实授权之后 授权之后 他给予我们的这个 运动是很强的 他可以在后面 让我们去完整 那些互动想做的事情 所以是放手让我们去做吗 放手让我们去做 所以他各种仇态 其实都是 你们如果想让他呈现的话 他其实也是没有什么包袱的 就是满足你们的想象 我觉得是 就是说我们会犯错 我们会被罵 所以你会常看到 有些就是比较 有些相关的媒体很会说 我们幕僚又犯错了 那为什么会犯错 因为我们做新的事情才会犯错 如果都不救救社群就不会犯错了 而且我相信 郝北应该就是 在每一个错误中学习 每一个往前进的人的可能性 但是我们不会犯犯错 是 然后因为每一次都有 因为对我来讲就是 犯错是一个成功的一个 应该是说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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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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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程序 所以我进来的时候 也会做出一些错误的办法 那大家会互相应的代价 但是在之后 不代表说 我们能够再做新的事情 所以 你会看到 思想会不要骂 勿訴嘛 那 我相信在事实 来事实之后 我发现他骂的原因 就是在 我一些人犯了同样的错误 他不会对第一次犯错的人 给你太坚密了 所以我觉得在这边 让我觉得蛮有成功 在这边 哦 好棒 感谢我们带一个热情的掌声给我们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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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借好不好 我直接听听 好啊 哈哈 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过去的 我到底在做什么好了 我不知道在这里有没有 我觉得想要 以后想要走新闻 或是想要当记者 但是其实 我算是蛮幸运的 因为一路以来 就知道自己想要做什么 那 一路以来就知道自己想要做新闻 也想要在新闻上有一些发挥 然后再当记者 这个目标是很明确的 所以从高中开始到大学 我一路走上来 就是走新闻 走大中传播 那以前可能就是剪剪影片啊 写写一些文章 不过后来真的 走到记者这个行业的时候 你就会突然发现说 诶 这社会给你想想 有点点开明 那你在学校里面 听的这些新闻大梦 大家可能最近有在看 那个 我们与俄的距离 就是这部片 这部片真的很 现实的把我们 现实社会中 你可能会遇到的问题提出来 那 其实走到真的 当记者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其实好像跟 在大学的时候 想像的那个新闻 跟新闻产生的过程 跟你想像的有一点点不太一样 那 所以才让我再回去反思说 甚至自己想要的东西是 更后面 更深层的东西 所以才会到英国去 有一个服输的机会 那也变了政治传播回 台湾中文就会想说 自己要做什么 那应有的机会 就来到了科士部的团队 其实在政治这个行业里面 很多人看到我的第一句话 会问说 你今年几岁 然后 你为什么 一定女生会想加入 正正的这一行 这样 那通常我讲讲 我今年27岁 结果 旁边的人 会露出很厉害的人 蛤 然后说 大概他这个行业 我大概就可以听出说 你怎么那么傻 在科士部里面很累 但是其实你每天七点半 跟市长开城会 然后每天的生活 都是这么规律 你其实早起的时候 你会发现 早起有早起的效果 之后 怪你有什么感觉 虽然早起的时候 你七点半起床的时候 会想说 七点半 七点半 但是你会早起之后 你会发现时间多很多 然后你每天要做的事情 你当然从早上开城会 到接下来开市长会议 什么什么的 这些东西 它都是蛮固定的 它可能是有一个SOP带走的 然后你每天处理的事情 每天面对的媒体 然后每天面对的新闻 但是有一步一步 在往前进的时候 你会给自己一个 蛮大的侮辱 但是我相信这个工作 并不是说 在场的人 对目标的工作有兴趣的 不过这个工作 并不是说 你每天做 然后马上就可以看到成果 可能像是卖车子 你可能马上卖去一台车 你就会得到一个 非常大的侮辱 不过正式的工作 我相信 它是一步一步慢慢累积 然后你每天看市长长 在开城会的时候 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小的事情 它有的时候 只是一条道路 然后一个房子 或者是一台车 一个停车阁 这么生活琐碎的事情 对大家来说 可能就是 柴米油盐这样 然后每天睁开眼睛 他离出我 当然没有应该在那里的事情 不过就是因为这样一步一步的累积 跟改变 才会看到最终的那个成果 举一个例子来说 好了 很多人会问我说 你为什么这么想加入科士 其实我看到最大的一个改变是 呃 就是刚刚大家讲 让台北最骄傲的那个门 这个门呢 其实对我来说 意义蛮大的 我当初在 音音在写新闻的时候 它当时只是一个雏形 然后大家可能在谈说 哦北方那里要做一个改造 然后要拆中校园 然后这些的 那我写的时候 它只是文字 所以我只是把 呃 大家的理念跟想法写下来 那这过程中呢 我离开了 呃 这个媒体夜到英国去念书 再回来台湾的时候 突然看到北方 他真的就跟我当初写的 呃 新闻的时候 的改变是一样的 那那时候我其实还蛮压疑的 因为我过往在台北市 生活了27年 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大的改变 从来没有看过 市政组员会 愿意为台北市民 做这么多事情 那北方那里真的 变得不一样的时候 其实对我来说 是一个蛮大的 呃 怎么说 蛮大的 相信吗 蛮大愿意相信 突然愿意相信是 呃 政治这件事情 可能在场大家的年纪 可能跟我差不多 大家可能很少会跟朋友问说 诶 你是国民党 人民党的 还是你是柯文哲 还是乃里党的 之类的 你很少会跟你的朋友 或是家人 谈到这件事情 不过我跟我同学 聊到这些事情的时候 我们谈的是 呃 下方你是不是画了 绿色的人行道 啊 北门是不是有做过改变 你开车行过北门的时候 你会发现 那里有什么不一样的东西 就像刚刚比比姐讲的 他其实 嗯 不管是什么 我们发现的是 你未来十年 你未来二十年 你要给我们什么东西 而是我们现在的生活 呃 你可以为我们做到什么事情 这都是我每天在市政府里面看到的 那 虽然这个工作很辛苦 虽然这个 呃 老板 嗯 大家可能会觉得他很兇 很严厉 不过我觉得这都是他作为一个市长 他必要 必须做的 那大家可能会在冠名配的 就是影片里面看到他在成会里面 这样站起来啊 很兇啊 然后 嗯 面对大家好像都是很严厉的态度 我会跟大家分享 有很好笑的时候 比如说 我们在拍一些社群的影片的时候 他的喜感感觉就是浑然天成 哈哈哈哈 镜头一开 他就会呈现一个 嗯 葛葛王的状态 所以 所以这些葛都不是谁的 都不是谁的 都不是谁的 都是他自己自己 天天或是天成 对 其实我们在拍影片的时候 我们并不会跟他交婚 有很多时候 我来给我们交婚 那像大家最近在看那个 这就是科学 其实我们从头到的 然后他要讲什么 那我们可能 那有听过 但是我们不知道他接下来要讲什么 而且他还很认真跟我说 我会跟你说 我昨天回去会想一个新的 哈哈哈哈 我从头很厉害 他每天七人乱起床 他回家还可以想新的 然后 他就在拿 嗯 他身上有一个USB 放在他的皮膚间里面 不知道他现在有带 他可以问他 他里面 皮膚里面也有一个USB 那那USB里面 就是他可能 各个演讲的简报啊 他也有更多的资料之类的 那 那 大概这就是科学之前 我有去跟他说 那市长 你那个简报要给我 我要放在影片里面 你等下看好讲 他就找了半年 我根本说 我更新很多版 我那个新的东西 我找一下 啊有没有那个图 有那个动画 有用做什么什么的 其实都是他自己做的 就是 你等下看到的市长的简报 任何的东西 其实都是他亲手做的 那那时候 看完他那个简报之后 我才大概知道 他要讲什么 所以我们就没有给他脚本 就让他站在那里 讲了两个小时 然后我们才把 那两个小时的课程 剪成十 剪成大概 应该给到 九集或十集的影片 那他上课的时候 我就想说 要坐在下面 给他一个 看起来像学生的感觉 然后想说 让他感觉 好像补习班老师 在台上讲课 可以有一个人在下面 跟他对话 他可能会比较有 动力继续讲两个小时 殊不知他不用 你跟他对话 他一个人可以讲两个小时 所以 所以我们等下 等简报也打本自己做的吗 对 所以就是他在半夜 就是自己开了店 然后下班回家 对 他就是十一点 比如说他明天有演讲 他十一点 就十一点半时候 会突然传爱给你 然后没说 这是我明天的简报 然后 你就会想说 同学可以说 半夜十一点 不要你不睡觉 他通常 应该十二点多 才睡的样子 不过你看他的简报 他自己做的简报 通常都有一个风格 就白比黑 是标凡体 好 那个 我想 稍微 都给你一下 我们稍后可以继续吗